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 武则天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唯一承认的中国女皇帝 也是年龄最大,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 公元690年,武则天改国号为州定都洛阳,建立了五州政权 直到公元705年,宰相张建之发动革命 拥立当时的唐忠宗回到皇帝之位 武则天被迫退位,结束了他的皇帝统治